諸科出動全力為街坊 大家好我是鄧世恆 大家好我是林傑 今天是2018年2月9日星期五 農曆是12月24日的 下面马上来看看今天有什么精彩内容 不用作四围毯 具体有哪些方面 老楼生出大涌树 树根就有四层楼高 非涌成一景 有起有有经 除了以上的精彩内容之外 我们还有特别报导 朱科行花街 现在来看看实时的天气状况 谢谢林杰 来看看由广州市气象台 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当前我们广州是阴天间多云 气温界扶于15到17摄氏度 吹轻微的偏北风 能见度是18到39公里 空气质量等级是凉的 广州市各区 现在早晚是寒冷的 各位街坊要注意添衣保暖 风高密措 请注意森林防火 同为家居用房安全 没错 最近的天气情况都算是不错的 另外要看我们今晚的内容 之前的黑流高峰就杀到了 年日以来我们密切关注了 火车站、汽车站的情况 有些比较远的街坊就会选择搭乘飞机 那机场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来看看朱科记者盧生感 在机场的报道 随着春节脚步的凌晴 很多旅客逐渐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2月8号前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也将迎来节前的黑流高峰 我准备要去江苏 回家吗 对 回家 一年就回了自己家 今年更加是带上奶奶和小朋友 一起回去大团圆 留女士很开心的 不过 这么烫难得的回家之旅 差点就被耽误了 就是好像有一条路风了 然后就所有的车就挤在那里 然后路收窄的时候也很塞 你会因此受影响 会有一点 如果飞机不晚点的话 估计就会有点迟到 哇 平时最新的飞机晚点 今次反而帮到自己回家 对留女士来说 确实是好彩 而遇到塞车的 还有准备飞西安的郭小姐 预料到了 但是没想到会耽误多一点时间吧 尽量利用地铁等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由于 机场高速出现 经济性的拥动 希望所有借到 机场高速的 北上的车辆 尽量绕到其他高速行驶 为了保障春允 机场高速将位7号到12号 进行管制 每日的10点到12点 17点到19点 北行方向 新市入口 和黄石北入口封闭 同时 北行方向 黄石南和白云新城 两个出口也都封闭 提醒街坊要临摄注意 另外 进入机场 大家要尽快到直击柜台 帮你登机手组 因为广州机场是提前45分钟停止办理手续的 在航班起飞前15分钟 是要关他们的 大家不要认为说是 我把登机牌办理完了 就世界上就无所谓了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 工作人员建议保险一点的话 最好就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了 另外为了节省台队时间 大家也可以做好安警准备 比如说要将自己包里的电脑 iPad 充电宝 水杯等等这些物品提前准备好 减少它过减的时间 另外的话就是一些违禁品 那像火机 火柴 点烟器等等 火种类的物品 也是严禁在上飞机的 所以请旅客的话 是提前将类似物品清理掉 以上的这些 就是大家搭飞机要注意的 希望所有的街坊都平安出发 顺利回家 在这里有个小提示 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旅客可以用手机 使用机场通在线直机 可以自己选择位 还可以查询到航班的动态 没错 自助直机就真的挺方便的 它就是位于航站楼三楼的出发大厅 中庭的位置 可以自助直机集中办理区 也可以去打印登机牌 根据经验的话 你排得队离 托运行李的话 真的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各位记住一件事就是 预留好时间 飞机不等人 接着再来看看我们的诸科特别策划 就是诸科看春运 早前我们报道了 南站那边加强了安保力量 还运用了不少的高科技设备 而这些设备都能够顺利运作 离不开充足的电力 没错 还有就是春运核心的指挥调度 亦都需要电力的保障 为了照亮各位街坊的回家路 广州供电局今年在春运保供电方面 是做了哪一方面的努力 交给朱科记者 钟振宇和大家说一下 在今年春运 港州供电局在各国春运交通书楼 应急处置点 一共设立有134个保供电点 为其提供供电保障服务 包括在港州南站 港州火车站等等 还要保供电点加强床落 被了解 港州供电局为春运保供电 投入了3000人力 300多台的长收车 和50多台的应急发电车 其实在我身后 就有一辈应急的电源车 它就设置在南站春运 安保指挥中心的旁边 如果指挥中心出现了什么特殊的电力情况 这辈应急的电源车 可以在10-20分钟之内 再次提供电力给他们 供他们指挥调度使用 这个指挥中心实现什么功能呢 对于整个南站地区的一个 这些人去团聚 背后真的有很多人不断地努力 而这些人努力 我们一年比一年感受深刻 回家方便了 亦更加安全 全因为是各位工作人员的全心付出 在这里忠心感谢 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昨天的节目 就和大家说了 诸科出动将要转换高清播出的好消息 相信各位街坊 都对高清播出有了一些了解 不过有街坊就说了 要眼见为实的 只看电视未必了解得够全面 没问题 所以就是在转换高清播出的好消息 所以就是在转换高清播出的好消息 明天清新 蓝天白云一望下去的人都不同 这四位街坊都是我们诸科的忠实粉丝 他们说平时看节目 对演播室的印象大概就是两个主持人 和那两部电脑 其实我们现在使用的演播室是250平方 属于小型的演播室 不过从2月10号早上的6点开始 我们就要开启高清直播新时代 位于广州塔下的广州国际媒体港内 这一个全新的300平方演播室 将会慢慢陪伴着大家 届时街坊就可以看到一个 更加清晰更加阔落的 诸科出动 诸科记者现在带着一群猪肠粉 来到了我们全新的演播室 它就是我们直播的心脏地带 就连诸科记者我都未曾进去过 今晨期待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大家期待 很期待 入院是怎样的 我们从一人口 所有的口令都是导播去四年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高清的演播室 比我们以前大了可能两倍左右 那究竟节目录制现场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诸科的偏审就带着一群街坊 来到了现场 哇 不一样了 现在看起来很漂亮 是啊 真的不同 还是熟悉的主持人 还是熟悉的诸科出动四个节 但是整个规格和规模 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升级 街坊表示在节目这么久 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子屏幕了 这么阔一个屏才符合高清的要求 因为高清是16比9 会阔一点 我们平时看的四个三是窄一点 现在看起来就好像宽阔很多 眼眸真的不同 感觉不同了 很大 像电影院 这么大 除了电子屏幕变大了 新演播室里面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和元素 我们主持人就说 全新的演播室 令他们发挥的空间大了很多 小婉姐姐和新人哥哥 报天气的时候 前面还会有一些地图 会有各种的车车 那些出现 到时在电视上就会看到 但实际上是没有一部车在这里的 在现场 我们和街坊一起看了一次节目演练 喝到了高清播出的头淡汤 街坊也看到滑滑声 很真实很清的感觉 真实感很好 面部表情或下雨 我觉得看了一些秤移座 好像真的不奇景 看完演练 街坊人们都很兴奋 还在现场体验了一次做主持人 人常常做这个动作 这是一个演播室 演播室的主持人站的位置 在模仿 一去到那个地方 又有另一个背景 一去到又有另一个背景 原来真的跟之前的感觉不同了 高清演播室功能更多 场景更多 互动更多 为了可以将演播室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场景都完美展现出来 高清演播室对摄像设备的要求 严格更加之高 以及故事的人 辅的受益 就能加入整个演播室 相反 Savage 可以收 uniqueness 这样才能看到整个演播室 可不可以看出来 看得到啊 看得到了 可以摆得好了 可以摆得好大 可以看得好大 不要以为高清啟播就是一句说话这么简单 为了节目的顺利安全播出 高清演播新每一天都是全员上纲 进行了超过两个月的演练工作 务求在2月10日啟播当日 可以带给各位街坊一场高水准的高清全直播体验 电视是一个很细节的工作 为了传达这些资讯给大家 其实后面有很多人的努力 他们每一个声调音那些都要盯上线一线 不会让他们出差错 原来要这么多人团队一起做的事 要花这么多时间 真是不错不错 很细致很美 出来的效果很清晰 希望G-Vogue继续拍多些好东西给我们看 我说真的第一次见到高清演播室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本人和班主长范是一样的 哇哇声 拍多些的画面真实太多 尤其是加入了很多元素 对我们几位主持人来说 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全新的体验 是的 为了高清播出可以顺利进行 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认识过了 希望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付出可以带给街坊一个更加有冲击力的视角画面 我们和你们一样期待10号的到来 好了 那我们今晚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和我们一起来玩互动的摇一摇 我们讨论一下 诸科的高清播出 你最期待哪些改变 选项A就是更加高的画面质量 选项B就是高大上的演播室 选项C更加好的节目内容 D请各位留言补充 欢迎大家通过一摇发表意见 你的精彩评论 在节目过程当中会被读出来的 好了高清播出就不单只是画面的一些变化 我们有一帮诸科记者的日常生活 也都在慢慢发生着改变的 当然是了 为了可以达到一个高清演播的要求 各位诸科记者也都是迅速地调整他们自己的状态 由内到外都要操作自己 一起看看他们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去片 从一月中旬开始 我们从花果山搬到在高大上的广州国势媒体说 除了办公环境改变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就是高清转换了 而正因为是这样的样子 我身边的同事也都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好像震雨那样 他就变得越来越谨慎 越来越强迫症发作 今天要拍高清的 你调好格式了吗 调好了吗 不如你再看一次吧 有点担心的 可以的 没问题 今天那些镜头都靠你了 我今天要拍大片的 如贪美的人 似乎也变得更加贪美 诚文 看看我个妆今天行不行 哇 你拿这块镜头看看 得到扔一声 但我好像眼线不太够 那我再补补 还有些人 脾气就变得暴躁了 不像对展览非常有追求的文号 最近都经常发牢骚 啊 高清素材很大 不够空间 哇 怎么搞的 为什么这个镜头是这样的 啊 整套飞 哪支飞都换过了 好不走走啊 而我 不就亦都在变成了 变成了什么 不就是他们这样 不过说到我们的改变 无非 就是想将最好的东西 带给各位街坊 那次震雨 之所以变得这么啰嗦 不就是为了 要用高清的镜头 将最真实 最清楚的画面 带给街坊 怀疑室物事件最透切的真相 而晓敏 之所以变得越来越贪美 不就是为了 要经得起高清的考验 将自己最好的状态 带给街坊 而敏厚 之所以变得经常发牢骚 不就是为了 将拍摄好的高清画面 展触得更乎完美 将最好的视觉效果 带给街坊 而我 没有啊 我想刚才的那些 就是我们高清转换之后 诸科记者的工作日常来的 但一句说了 无非就是为了大家 看真一点 看清一点 高清转换 我们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高清转换 进入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非常紧张 你是不是紧张 我 我真的不紧张 因为都这么多年的时间 虽然高清 大家都是要经过很多次的演练 所以我相信 诸科的台词幕后 工作人员们 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等着明天2月10号 迎战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一起全新出发 好了 接着再来看我们的新闻 在说 这几年来 广州警方推出各项的辩民服务 街坊办事 就不用四周到处走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街坊 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很多的 例如你说出入境 交警 还有户证 手组 以前就方便了很多 有些还可以抓不出户 去上网办理 很多东西 当然是陆续有来 马上过年了 广州警方准备了 新年礼物益街坊 推出了15项的辩民 利民服务 总有一项 你会用得着 马上去看看 街坊刚刚 平时工作网 虽然很想帮外省可乐 上翻个牌 不过就一直 不出时间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从事人来说 翻个牌是应该的 这一块 因为以前办的话 是比较麻烦 好像需要教我的身份证 或者是还有一些 护股本 或者还有个个照片 把个个亲自带过来 是吧 就觉得个人比较繁琐 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忙的话 肯定就没带过来了 宠物医院的冯医生说 就算有专业的人帮你跑腿 分析好前期资料 上传 等待审批 再到银行排队缴费 狗牌到手 最快都要一个星期 不过现在神器在手 操作起身 就简单方便得多了 现在用一个小程序 他就可以自己主人 去手机那里自己去填 填好资料 直接可以 但他通过了那个审批 直接自己可以在微信上 去交钱 交完钱 你可以选择 快递到户 就不用自己去 专门跑去底资料 再拿证了 很方便 因为我可以随时查看到 我的师傅已经是 到哪个进度了 基本上是不是快完成了 就是师傅已经办好了 师傅是可以直接 快递过来给我 或者电话通知我 这样子 如果有这样的小程序 就在微信搞点 就更加好 方便大家 春节就快到了 正所谓好事成商 广州警方也准备了新年礼物 要跟各位家方何新春 今天上周 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今年春节前 将推出15项变民利盟服务 微信办理养犬服务管理 就是其中一项 公安机关 省区管理 监守管理 治安 交警 出入境 附证等 6个警准业务 这15项服务具体有些什么呢 户籍管理方面 居民户口堡 6个项目变更 实现了网上办理 65岁以上长者 办理出入境 和户政业务 将会有快速通道 优先办理 而出入境管理 同样遵循急事急办 春节之前 电子往来 台湾通行证 可以自助申请办理 再讲下各位车主关心的问题 全市100多个4S店 和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附近 将会设立45个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一站式办理扣车 上排过户 车主还可以在邮政网点 够近办理 保换车管排证 这15项变民措市推出后 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可分配实现 不用保 就进保 或只保一次 将实现 一能办 快速办 简化流程提高效率 甚至触笔出门 一部手机或电脑就可以搞定这些东西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真真正正就是做实事做好事 这么多电文措施 麻烦指笔默事后 我要写下它记下它 现在这么多街坊用手机 还拿笔吗 大家不妨上网查一查 看看哪些措施 自己有机会用得着 以后可以省时又省力 其实我自己是发现 其中有一个大家可以去受惠的 就是说通过微改造和微循环缓解 交通涌岛相当值得期待 没错 讲到交通问题 去年年底新能源电动汽车 挂上了绿色车牌 全国各地也将加速充电桩建设 提上日程 而作为我们广州最繁华的地带天河区 除了一些大型商场之外 不少的公共停车场 其实都还未建设充电桩 根据我了解 就是最近广州是有了首个 对于充电桩进行补贴的办法 天河区就紧跟其后 出台了新的政策 具体有些什么的利好消息 一起跟着朱科记者姚正文去了解一下 街坊开新能源汽车 怕找不到充电桩的身影 或者是怕充电门 现在不用担心了 广州市天河区出台新政策 根据最新收定的 天河区绿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天河将对符合条件的充电桩建设 按照投资额的20%进行扶持 对于他们投资建设经营的 投资额的20%进行补贴 最高补贴上限是50万元 除了补贴给相关充电桩企业 另外对于提供长地的业主方单位 办法增加了补贴条款政策 对提供三个以上固定车位 给充电设施运营企业 运营快充充电站的停车场业主 按照一个固定车位1万元的标准 进行扶持 最高不超过10万 聂女士表示 更加一来 就是为了鼓励停车场 将车位拿出来 与专业的充电桩企业合作建设 有效缓解充电难的快充充电站 这个政策确实吸引了很多企业 来到天河区运营发展 目前来说 全天河是我们一共有7家 在天河注册的充电桩建设企业 我们都会因应情况的变化 以及根据这个政策实施当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都会对这个政策不断的修订 优化 我们了解到 自2016年以来 天河区充电桩推广建设不断加快 辞至到去年年底 天河共建成充电桩1558个 占广州市的80% 如今办法降低充电桩企业 投资建设的入场成本 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好像星星充电 2015年进入广州市场 如今在广州建设了 将近4千多条的充电桩 2018年计划再建1千条快充充电桩 经理曾庆永说 建设充电桩成本较高 曾经他鼓励商户拿出车位 建快充充电桩 专用车位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天河的政策 对充电桩企业 同商户双方都有鼓励性 不单只是全市领先 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力度也都非常大 快速充电桩的话 第一个要看设备的功率 一般性的话 像咱们60千瓦 那个设备含施工 差不多要8万到10万左右 有一台桩 对 而且这还不包括 后期的运营维护 因为我们有人员的线下维护 包括平台的一个技术维护 很多的车主过去充电 充不了电的这些项目 那就没有办法引力 所以 企业和停车场业主 有了这样的补贴 都会推动快充充电桩的建设发展 特别问及在未来 企业会不会鼓励停车场业主 对其补贴 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看来天河这么低的绿色发展快门建 在将来会吸引大批的充电桩企业 进驻天河 给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带来巨大的影响 充电桩的加速建设 亦真是为广州的绿色发展 是写下了农墨仲彩的一笔 希望以后大家走在马路上 呼吸的空气都可以零射清新一点 另外 该办法还鼓励天河的商务楼宇建筑 是走向绿色改造之路 对备受与绿色建筑评价标志的 级别的一些楼宇 是给予一次性的资金扶持的 没错 广州在绿色发展矮速推进当中 我们一起期待广州的天更蓝花更香 人更加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接着来看朱科乐力邦 住在荔湾的一群街坊向我们求助 他们就说想冲个热水粮 现在感动天时 冲个热水粮在捐肉的皮斗里面是最炭的 但是为什么这群街坊想舒舒服服 冲个粮都成为车亡 朱科实习记者李文浩了解过 8号信 记者来到荔湾区环翠原小区见到 这里有六七栋大楼 每栋楼有九层楼这么高 但和我们暴力的街坊就住在这里的八楼 他们说这两年生活真的很艰难 是年多前的 即是经常水都不会很猛的 很猛的 是高风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水的 高风其实通常晚上5点半到10点多 中午就11点到2点 非高功夫好些 勉强用得到 刘先生说他们这栋楼的用水问题由来已久 一开始又是大楼管道问题 于是全体业主集资换了新的管道 但高层住户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之后刘先生自己在家里 放多了个水泵来抽水 但是近这几个月以来 这个水泵慢慢的失去作用 但这一年就不行了 水涵完全没有涵的 水完全煲不到上来的 刘先生一家已经很久没家煮过饭 平均每天两餐都在外面吃 洗的钱多了就算了 最怕家里的小朋友吃得不健康 影响成长 而大陆里面行动不便的住户 为了用水也不得不动用到消防水 要洗菜洗碗 什么食物都要举的 拿着水来煲 烤烤水来洗澡 有什么办法 实际很苦闷 很烦 有时没电也没关系 没水最麻烦 用水冷的问题 不知楼山距离这栋楼出现 其实整个小区都是类似的问题 你们住哪里 我32号 32号 是不是这栋 那边那栋 那边那栋 那些水价是怎么样 和这边一模一样 不定时不定后停水 现在大概就是今早9点多没有了 5点多钟每天都差不多 时间没水 很久不过天天天气的时候 天气的时候熬到 12点钟洗澡 有时洗澡 擦一顶 沖洗澡 突然很快就没水 抹干干活 也没办法 昨天记者联系接下水公司 都得知 他们初步判断 环翠圆小区的二次加级设备 不随备造成瘪水 甚至很快派遮消营员到现场 现在就是上午11点钟 在我身边可以看到 有大部分的抢修工人为这栋大楼的供水管道 进行缓装工程 同时在我身边可以看到 地下摆放着的就是这栋大楼原先的供水管道 同时可以看到 整条管道是熟悉斑斑 就连里面也有不少的秀行 现在的现场的抢修工人跟你说 这些生寿管道 就是造成这栋大楼供水不足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滚滚了水 滚滚了 滚滚了 对 为什么 什么原因 塞滚滚 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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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食到下午四点折高池 工程仍在尽当中 接来水公司的员工解释 带来由于二次加压的水泵上失收 亦是损毁之后才会尽不出水 经过检查 外部的水管管道是正常的 所以要解决用水难的问题 还是要街坊隔手隔脚的 弄好内部的管道 目前节流水公司就已经协同居委 跟街坊一起去解决这个用水问题了 没错 希望刘先生他们 真的尽快可以有水用 舒舒服服真是冲回个凉梁 有时别哭嗦 朱科来帮忙 各位街坊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欢迎联比较一时转朱科 告诉我们 接下来看春节前行花街 是很多老广州的传统项目 不过每天只有那几天 虽然是传统就是那几天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 就不多个人 原来我们全广州最早的花街 目前已经开了楼 今天我们朱科记者正文 就去逛了下花街 马上来看看他有什么好介绍 花刀迎春花市 位于广州花围之都园区内 穿过美丽花城 幸福广州的花市牌 一排排美丽的金吉 蝴蝶蓝 盆花等等映入眼簾 不止的街坊趁着刚刚开市 就来挑选心仪的花围 我觉得今年花刀的花市很漂亮 而且比较有秩序 今天选择了80元 都还可以接受这个价钱 挺好啊 因为今年天气没有那么暖 而且花呢 而且你看现在很多果的 今年花市总面值达到4万多平方米 档位是有200多个档位 我们花刀区的花市 基本上都是以花位的销售为主 传统的年宵花 和蝴蝶蓝 大花卫蓝 或者是我们广州很传统的吉 我们这边都有得销售 据花刀区花市办介绍 花市现场以盆花 鲜花年吉盆景为主 共233个展位 除了各类的兰花 还有一些影哲的花位 产品价格在5元到上千元不等 主播记者就仿发现 和去年相比 今年年花的价格普遍上涨 年一上涨的幅度较大 当主说批发成本增加 再加上天气影响 去年卖3、40元的小金吉 今年要卖到50元 中了10%至15%左右 2、30%左右 暂时来说 2、30% 差不多 而且也希望明年生意兴隆 拿个原意 另外为了确保花市活动期间 交通秩序正常 交警部门制定了交通组织方案 设置了应急通道 实行人车分流措施 如果想去花刀玩的街坊 不妨去这一个花市买下花 哎呀 认真羡慕花刀的街坊 可以走整十日花街 那你又不用那么羡慕 来着兜末了 可以去花刀的迎春花市走一走 提前感受下气氛 各位街坊可以搭乘地铁的9号线 去到花刀广场站落 然后转成公共交通工具 去到花卫世界站 据听起线路 大家出行之前 记得要查清楚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将会进入到 诸科玩转博物馆的环节 记得不要走开 ed 平时我们看到路边有很多熔树 芝梵业谋 好像是一把大嵨 今天我们专科收到报料 就说有一棵老树 生在屋上面 樹根和牆壁已經融為一體 非常奇特的 一起去看看 一棵大榕樹和四層樓高的房屋融為一體 本身已經算是一道非常亮麗的風景 真是你有心思想做的景觀 都要花多少的精力和時間下去 真是經常都說那句話 有心災花花不開 無心插樓扭成陰 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之下 留下老樹的話 無疑也多了一個自然的景觀 但這一切都要以房屋的安全作為大前提 接下來關注一下春運方面的情況 有不少外地的街坊獨自一個人來到廣州打拼 每年可能只有春節這個時間 湖南的街坊今年翻老家不用仇了 因為他們有專機護送返箱 一切了解一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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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熱鬧的武士伴隨著寬發的鑼鼓聲 不知道的還以為在哪裡搞開張 這麼喜慶 其實一班在廣州打工的湖南街坊 慶祝返箱的儀式 很激動 感覺很新鮮 回家呢 車票也難買 第一次坐飛機沒坐過飛機 春運人多搶票激烈 大家說 往年就算看緊手機 準時搶票 但是網速手速不夠人快的話 都是要吃八果的 很不容易買到一張站票 又要站成八個小時才回家 要到站直 不過今次 在廣州做包裝工 一個月公司三千左右 要多少款回家 自己在廣州衣食住行 每樣都是錢 冰池住能省就省的原則 如果搶不到車票 就會自己在廣州一個人過年 但不知不覺 他已經三年沒有回家了 有時候買 真的票很難買 錢也比較少 能省就省 兩個小孩 條件也比較艱苦一點 一般的消費都不敢 不敢去消費 阿都說 今次是他這麼大個人 第一次坐飛機 興奮到昨晚整晚都睡不著覺 他很心急 想快點回家 和家人團聚 每天都很想念他們 晚上只能發發微信 很遺憾 沒能陪他們生長 這也是 作為父親也是很失敗的 我覺得 除此之外 今天還有一個 有25名愛心車處組成的感動車隊 帶領湖南老鄉 搭順風車一起回家 而愛心車處康先生 也搭載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婆婆 雖然他們之前素不相識 但是老鄉見老鄉 一下就熟了一身 老鄉在一起過年 一路也會很開心 然後加上春天的話 可能是車票也不 火車費也不好 不是很好買 那麼大家一起 能夠開心回家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下一日 六康聯手 實現回家的團圓夢 希望大家順利回家 見一見一直掛念的人 現在回家 不再是一個人的事 而是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攜手實現團圓夢 這樣一來 令到回家兩個字 有了更加重的份量 更加深重的意義 其實這幾天 真的經常都會見到很多的朋友 大包細包 水桶、摺椅 趕去火車站坐車 樣子雖然是很累的 但面上流露出的笑容 是寫滿了期盼 頓時會覺得 真的要好好珍惜 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是的 回家過年 是春節的一個主題 不過在我們身邊 有不少的朋友 為了一份工 為了保證大家的生活需要 他們依然是堅守崗位 放棄了回家的年頭 當然了 廣州是一座充滿了 溫情的城市 近日就有 三十戶萊稅團圓的家庭 一齊來到廣州塔 開啟他們的團圓之旅 諸科記者 鳳若閑報道 一大早一班來稅務工人員 和他們家人來到小環邀 不少人仍是第一次登上廣州塔 苦看廣州 城市風光 我敢在玻璃上拍照 不是每一個人 過年都可以回家團聚 這一天 在公益力量的助力之下 這些來稅務工人員的家人 如願來到廣州 開啟了家人團聚的第一站 在廣州電網便電站上班的 孟大哥是吉林人 已經六年沒有回過家過年了 人家一家人過年吃團圓飯 他和一班同事就堅守崗位 保證電力正常供應 春節之前 是他們最忙碌的時候 天氣比較冷 我們會有一些防低溫的特循 包括設備的話 就進行測試 包括氣勢的壓力 油壓 看有沒有濕路油 然後氣壓足不足 他們這個崗位 24小時直班 一進入便電站當值 48小時之內 不可以出閘 孟大哥說 基本就沒什麼折鑑日的概念 亦都習慣了這樣的上班強度 不過每逢過年都還是會掛著家人 過年的時候還是挺想念 老家那邊過年的一些活動 然後還是挺想念 過年想想 沒辦法為了工作嗎 知道 好 送個福給小朋友 在花城廣場的志願者驛站 書發志願者送福蛇輝春 來稅家庭迎福 看著福字 大家都笑著說 今年一定順風順水 笑福太陽 笑福太陽 過過快快樂 這個也都只是屯小偉等組織 舉辦 東日暖洋離稅屯園公益活動的意義所在 在你安安心過大年的同事 是他們在背後的默默付出和堅守 感謝你們為廣州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作出的貢獻 2月8日是傳統的小年 這一天能夠和千里之外的家人久別重逢 在廣州團聚 本身就是很難得的一件美事 希望 希望 以30戶的家庭趁著這個機會 可以近距離去接觸廣州 感受一下廣州 以後就不用心掛掛 家人在這裏生活工作都會很好 當然 不過始終都是那句說話 每逢皆虧陪私親 每天的窗截有很多一線的工作人員 默默堅守無私付出 在這裏 要忠心多謝你們 祝你們家人 和祝你們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接下來我們可以去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會有註課出動 新生兒喉嚨有這麼淡 不想不落家長心法 健康大家會請來專家 治療談聲有妙照 健康100分的環節了 10月懷胎呱呱聚地 新生兒最需要家長的細心照顧 有甚麼風吹草動 身體不舒服 家長都會第一時間全家總動員去醫院 但其實新生兒有很多常見的問題 家長需要自己注意一下 今天健康大家會請來專家 為大家介紹一個治療 新生兒的談聲的妙照 一起來看看 不少新生兒的家長 發現自己家裡的這麼波羅 喉嚨經常有個痰 不想不落感 甚至會發出呼嚕嚕嚕的聲音 每逢聽到這些可怕的聲音 不少家長都耗藤雞 其實這些得人害怕的聲音 是嬰兒喉嚨裡的談聲 會因為哭 餵養和激動那陣家寵 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他就是考慮缺鈣 這樣的情況下 在醫生指導下 可以補充鈣或油 再一個多塞太陽 這樣的話逐漸會好轉 一般來說 一歲或者兩歲 一到兩歲 它會好轉 自然而然就好轉了 洪佳說 海豬區副有保健院疑科副主任 擅長疑科臨床 可以處理疑科和新生疑科的各種疑難重症 洪主任說 其實這個談聲又叫喉傳明 他的出現是因為媽媽在懷孕期間 害和衛生素的儲備不足所導致 各位街坊可以頂點你 今天洪主任帶來治療談聲的小妙招 這場醫生也會建議你 譬如說多抱抱小孩 再一個就是胃癢方面 少吃多餐 這樣的話也會 這個是 遇到BB喉嚨發出談聲的時候 在排除疾病的可能之後 其實不需要過分擔心 如果經常出現談聲的症 開心樂團園第八屆油菜花節的活動 美景還有最新的機動遊樂項目等著大家 每晚會送出十張門票 獎品會以微信卡券的形式發放 各位街坊快點下手機 齊齊參與搖一搖 沒錯 以下就是豬方咪帽子的時間 豬方咪帽毛咪帽 來聽聽微博微信網友的報料 豬方咪帽毛咪帽 廣州推出城市旅遊卡 憑該卡可以多次搭乘廣州市內公共交通 還可以在市內一百多個鎮約旅遊景點 酒店、餐廳享受接購 旅遊卡分為24小時卡 售價36元 48小時卡 售價56元 72小時卡 售價76元三種類型 還可以在廣州各大交通站點 火車、高鐵、機場、旅遊運送中心等地購買 一卡集手 倡遊廣州 想去香港澳門會採貨 但是簽證卻過期 越秀區的街坊可以就近辦理續簽 目前出入幾次辦政機 已經從住越秀區13個派出所 現在只需要3分鐘就可以輕鬆辦理港澳通能性簽住 春節去泰國的街坊要注意 泰國發布海灘禁煙令 從2月1日開始 甚至在華欣、巴提亞、蘇梅島、攀牙、浦吉等等 24個海灘吸煙 為者將面能10萬泰銖 約2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刮不超一令的監禁 落兩隻兵法 近光年很多外地的街坊都會回鄉和家人團聚 但是有一群人幾乎每一個新年都要堅守崗位 因為如果廣州城沒有了他們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新光景靚 我知道了 你說的一定是我們的城市美容師環圍公 為了感謝他們有志願者的組織 就現請了省內三千多名的環圍公 一起去到KTV 你們是長時間來的 一首黃土高波 直接將KTV的氣氛帶上高潮 平常我們唱K 都要抓緊屏幕的歌詞才沒有不著漏 這兩位環圍家人是完全脫稿 高音夠氣、低音夠穩 可以是環圍界的歌後 我的工作一天很辛苦很忙 很少来这里 所以今天来得特别开心 有吃有辣 大家都很开心地走 在6号 有志愿者组织邀请了省内 三千多名的环卫工人 分别去到10家的KTV 免费唱K吃铺飞 还有礼品拿 而月份生日的环卫工人 还集中搞了个生日派对 过后英姐就是其中一个壽星女 她说平时工资是三千元左右 除了上班就在家 基本上没什么娱乐 小孩子要花开车 她要帮她建房子 你舍不得花这个钱 有的时候之前在家里面 有一个优势 她就在家给我这样子 祝愿祝了什么样的愿望 家庭幸福心理健康 今天带着子女过来玩的小花姐 来自湖南 不过她的广州话就说得很快 佳人她在广州做环卫工已经13年了 2005年3月24号 做了13年 好像很记得很记得这个日子 一到三月份就记得了 作为一线的环卫工人 每日起早贪黑 做着同样的事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这13年里面 小花姐每一个新年都坚守崗位 过年回家对她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事 这一次我家婆一时想叫我们回家 一时我们拿着说退退退退 拿着老人家可以等得及 真的等不及 真的等不及 前年家婆去了 下一年又下一年了 所以我可以退退退退双方国家都很快 非常希望這個簡單又歡樂的活動 可以為環圍高人們增添一些節日的氣氛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城市的溫暖 可以找到一些幸福 接下來我們將會播出的是 《月夜月娛樂》 幫大家伴一伴我們娛樂圈的新鮮資訊 今晚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明晚7點 諸科出動再見 拜拜 為何留下淚沉在一碗熱湯 你說你擔心 若我不再碰 為何還在願望 黎明後終跟著我 你我有過這個故事 變以死美夢 連面頭上飛花 散罪了無牽掛 誰能求漫天雪地裏 正如將你跟我雜誌的方法 第二集更多 明晚7點 慘格 明晚7點 慘格 明晚8點 生日快樂 那張明晚8點 談判 明晚8點 恆神